那个亲家 吃饱没 哎呀 喝 赶紧说你的事 那个我还是 上这来给你打工的事 你让街坊里面瞧瞧 就你这体型 你能干啥活 我干不了活 我来当老板呗 亲家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对吧 你是钱顺风的老丈人 是我亲家 咱俩属于实在亲戚 就咱们这关系 你到我这小店给我打工 你说我一个月 给你开多少工资合适 我也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不是为了钱 我在家待得闲得受不了了 再憋就憋出病来了 只要你用我给你打工 我每个月给你一点钱都行 对 你看你这话说的 你能给我多少钱 我兜里有多少钱 我就给你多少钱 你翻翻 还有三百 你看我这要你啥时候给 现在就给了 你可以下班的 谢谢 什么我就下班的 你又帮我 跟你开玩笑呢 我算你这花钱买下班来了 行了 范老板 到 今天你值班 我去进货 好不好 好嘞 来 拜拜 请大家 哎呦 哎呦 我又想死你了 不是我 我也想你 我老想你了 不是我也想你 你不在这儿 陈大爷 我跟你说啊 大多的我都没仔细这么看过你啊 你别说今天就仔细一看 你说你还真帅呢 你说你兴什么钱呢 你这姓帅呀 啊我的帅大爷啊 哎哎身边长得虚头八脑的 跟我说什么意思 还啥意思 你就是我最帅最帅的 嘎嘎汤店的老板大爷呀 错了 我不是老板 那个刚才呢 我的嘎嘎汤店呢 对给你范大爷了 他现在是老板了 哦 你先走了 我的范大爷 我想死你了 我老想你了 我可笑 我可想你了 天呐 你说我打多也不看你啊 我这一看你 你这你这这 哎呀你这 哎 打多也不上手摸 这一上手摸 你这还挺有骨感的 你的家这里边有骨头啊 反正就是有形 你说你怎么能吃饭呢 你应该先行啊 你应该叫行大爷啊 行不行大爷 行大爷 可是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我跟你说 我这个事 我这个事 钱大爷 你觉得你有必要在这听吗 哎 你暗点上 对对对 我上货去了 对 上货去 去你的吧 嗯 这孩子今天没打育苗就来了 这孩子今天没打育苗就来了 怎么事啊你 我跟你说啊 你能不能让我替你当一天 这个店的老板 你怎么来的 你怎么这么回事 你说你跟我姑爷赵刚的 你们俩是同事 咱们这关系 你要向我这来打工 我一月给你开多少钱合适 哎呀 钱不钱的都无所谓 我主要是想干这活 不行我跟你说 你不用给我开钱 我给你点钱都行 那你能给我多少钱对吗 我兜里有多少 我给你多少呗 我给你掏掏 哎掏啥呀 这个月刚开的工资四千 那你啥时候给呀 现在就给呗 行 你下班了 谢谢啊 我谢谢你这个黑心的大爷啊 什么意思啊 三百一天对的 刚下收我四千 是不是 你咋知道我三百对了 对对对 刚才你跟前大爷聊天我都听着了 不是 我跟你说 我我 你俩是在三百四百的 不是 我就不明白你为啥非得上这 当一天老板呢 是这么回事啊 大爷你知不知道我有个同学叫西奥彪 知道 就他从小我跟你说就给我较职 哎我俩就从小就不对付 昨天得瑟我打电话 小梁 我给你说现在我给董上开车 我工资我都涨到五千了 赛不赛脸 我一个工资才四千打五千呢 啊 你要我那些同学 我那些放小知道了 你说我余小脸这脸我 我哪放 不是 他们要不知道里边脸也没地方放 不是 我这个面子我得要我放他呀 我跟你说 我这跟他比 我打电话我告诉他 我告诉你啊 我说我 我已经开了一家嘎子汤连锁店 帮助他 懵了 我都说就告诉我 说那行 今天我上你嘎子汤店看看吗 我一听 我懵了 现在 方大爷你懵没懵 不是 我是有也有点懵 你说这事咱怎么办好吗 这个店 不是 不是 你听我说啊 你不就是三百 对 对啊 来 我给四百 给四百 哎 喂 喂 吃饭 拿我嘎汤店兑缝来啊 不是 你不是上货去吗 是 我上货需要一千七百块钱 我这才有三百 不够 那我刚收四百 那还差一千呢 那你就得直接跟老板说了 老板 你先等 你等会儿去 那什么 不是 太黑了吧 你这嘎子汤一千了呢 你怎么 你什么意思啊 不是 你是不是说好四百的吗 我说四百 这是余小脸的店吧 你要四百 你先不回事 你就早退给他 来来来来 不不不不 回这儿我给 我给 先来我给你 送你钱啊 来 他还剩那么多呢 最扯了我叫少了 我进货去了啊 进货去了 进货去了 你一定跟我配合好 好不好 行行 我配合你 哎呀 哎呀 余老板 各家们 哎呀 你看你眼神吧 就在这坐着呢 哎呀 行啊老同学 当老板了 哎呀 哎呀 不是啊 当老板咋穿这身呢 那个 主要是白天当老板 晚上晚上给这店打惊 啊 啊 那个 主要是 自己给自己看店 安全呢 啊 你先别问我 你好好看看这个店吧 是不是 这个装修这个环境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 我开的那个 嘎子汤 连锁旗舰店 我说这不是 晓铁他爸吗 对啊 你说那是在家 啊 我现在的公开身份 是余老板的助理 妈呀 哎呀 假行啊 哎 你从哪混 这么大岁数助理啊 你这是 付农款呗 我还做旧你 不是 主要是 配合我们这个 嘎子汤的店饼 你看 火红的年代 哎 你个拉倒 火红年代 你哪火啊呀 这中午点上来 这没人吃饭呢 行啊 生意不好做 什么叫生意不好做 什么叫不火 什么叫没有人让 关键 清场了 我们老板 听说你今天要来 告诉话 客人全清出去了 就这桌 就这桌 两万块钱包的桌 我你别走了 不是 我不怕得罪人 爱谁谁 真的 啊 老同学呀 你太重视我了 你说我爸 作为董事长的司机 其实也是见过些世面的哈 但是今天你清场 请我一个人吃饭 这是第一次 让我讲见识 你要经常跟他在一起 以后呢 不干苦的事 你得看见多了 哎 老板 老板 不是那个 不是我说钱师傅 你咋回事啊 啊 你这菜我还没点呢 怎么就把酒端上来呢 就是东北人咱也不能这么喝呀 不是这不是酒 这是我准备要上货的样品 这都是醋 有陈醋 有青醋 老醋 还有白醋 拉拔醋 还有山西的醋 你得尝尝啊 哪个醋合适 哪个醋好 然后咱就浸哪个醋啊 是不是 这佐料也得提高这档次 咱不说了嘛 嘎嘎汤得经常换我嘛 是吧 现在天心品着呢 你想想给我端这些醋 我听着就有点倒牙呀 那得尝尝 这尝尝 尝尝尝尝尝尝尝 你不尝尝尝咋 对呀对呀 是都得尝尝 老板都得尝尝 不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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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提高点档次 也要换换嘛 你不能说他 你多场景啊 你万一哪个好呢 比他更好 咱就进他了 今天来了 鼻 这个也行啊 这个 什么叫这个也行啊 老板 你太不靠谱了 你不能说喝哪杯哪杯就行 你必须都得尝到 对不对 都涉到我们高尔汤的品质 来 老板 不用 你那什么 你让咱那个大厨尝就行 不是 我让大厨尝了 大厨说这么重要的事 他不敢决定 说必须老板真正尝 完了你才能拍板 不行啊 受不了了 你这里必须得尝 你老板不拍板 别人谁敢订 谁敢订 老板 最后一个 老板 你决定没决定 咱到底要哪个步 要那个三西的那个 三西的那个 三西的那个行啊 你快去忙去吧 舌头都不行了 我不能忙 我还有事呢 啥事啊 还有事呢 出那个样品完了 这还有辣椒面呢 这个有本地的辣椒面 有云南的有四川的有湖南的 老板你看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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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那个店老板 小命不饱啊 那个那个 亲家这么点 你看老板吧 有客人 你等客人走了 慢慢再让他尝 行吗 还是我犯大厨 对我好 是不 咱就可能那个 着急的事先办 那你尝尝那个朝天娇吧 哎呦你妈 你干啥 小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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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经理 你怎么来了 是这样啊 今年这个物业费啊 我们给你合算好吧 哦 物业费下来了是不是 余老板 余老板 来过来过来过来 你就叫我干啥 过来 哦 物业费 你说物业费 你找我干啥啊 那废话 你是这点的老板 不找你找谁啊 我 那啥 我听人理我 我那个没有 诶 等我等我等我 不是 你啥时候乘着老板了 是 刚才 刚才的事 这余小脸啊 把我的嘎嘎汤店 对塌上去了 他现在是老板了 对 好 哎呦 这里 那先恭喜余老板啊 你把今年物业费交一下 不是 这个店 我刚对的呀 物业费也是刚收的 那我刚对一天呢 那你对一天你也得交钱呢 一天多少钱呢 一天七块钱 你七块钱 你哪啊 哎呦我 我以为多大点事呢 先交一年呗 我这腿有点刺 天天天天你能不能先回去 我回去我再跟你说行不行 你可别回去说了 其他几家都交了就差你了 我这头 不是不是不是 钱算不开呀 我给电视来 行 哎哎哎哎哎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你瞧不起我们老板呢 我们老板差你这点钱呢 就是我们老板交不起物业费呀 你磕着谁呢 就是啊 你真是的 你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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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摇人呢 你俩太厉害了 这一会儿先别说话行不行 天经理啊 你先回去 反正回头我告诉你 这是怎么回事 我跟你说你 你先回头去 那你那个回头想着交啊 行回头我交回头去 哎哎哎 天经理啊 不是你抱个箱子干嘛呀 啊这个啊 这个是啊社区发起的为敬老院捐款活动 为老人捐款 对 这是好事啊 对啊 我想每个人都应该尽一点力 是吧 对啊 钱大爷你想捐点啊 什么叫我想捐点啊 不但我捐 在座的每一位都得献点爱心 那老板 老板你先来 这个那个我提个意啊 就咱们几个 咱就按照个人的这个能力捐这个款 是吧 如果我退休在家 我是 我捐一百八 那你 什么 我是服务员 我捐二百元啊 我专职司机 我捐两百七 我是物业经理 我一天打底 我就是我 我现在有点上火 哎哎哎哎 你是这店的老板 你能干 你最少得捐一万呢 你 你才能干呢 你能干 我能干啥呀 你多能干呢 你在一会儿 跟我把我盖子汤店对你一手 你是老板呢 我不是老板呢 你是店主 店主 这店懂你的 啥 你了不起啊 对啊 俩大爷呀 你咋太狠了今天 你那算我 让我见识着了我跟你说 说实话吧 小彪 扛不住了 你是不是有个过卡呢 我告诉我 这个店 我也不是老板 我也不是店主 啊 这全假的 跟我演戏呢 配合你呢 闹啊 谁跟你闹了 谁跟你闹了 全是全是在演戏 知不知道 你说呀啊 也不知道谁 留给男人这么一个坏毛病 爱慕虚荣 小脸啊 你终于想明白了 男人要面子 那是应该的 但是必须得靠自己的努力 干出点成绩 那才是最有面子的事 先生说 你说得太对了 你说得太好了 我这回我知道了 我一定改 我一定好好做啊 范大爷 老师小彪 对不起你啊 哎我的妈 你对不起我 啥呀 压根我也没信呢 哈哈哈哈 哎呀 面子 面这个东西啊 我跟你说面子的东西不好 但是 合一合一合一 面子的背后 是更多的努力和责任心 哎 对了 我不是在你这儿啊 显摸我的觉悟有多高 但是我要真真正正的告诉你 一开始我在咱们公司 我早就知道 要给经常院专款的时候 我就已经下了决定 我要把我这一个月的工资 全部捐给静老院 好 好 好 这孩子 你说 你们是不是当时就没想到我能捐这么多钱 要说咱公司一小箱设计真漂亮 好 小脸啊 你是真有爱心的 我替静老院的老人们谢谢你 不用 回头把这物业费交了啊 哎 不是 不是我这 哎哎哎哎哎 小脸 大爷说句心里话 你说 你这个孩子 嗯 好样的 于小脸 你就是个好样 不是 说实话啊 在没遇到你二老之前 我确实不好样 要早遇到你俩 我早就成好样的了 我跟你说 你小子真厉害啊 这爱心 一捐一个月工资 啊 四千块啊 不对啊 他那四千都花出去一千四了 对啊 我还说花一千四了 对啊 你啥 哦 我想起来了 哎呦我的妈 一千四在我这呢 秦大爷别动 怎么了 不是 不是 你要干啥啊 秦大爷我要捐钱呢 不是 你那哪是捐钱 你那捐人呢 哎呦 那于小脸是不是好样的 好样的 向于小脸存起 于小脸好样的 于小脸不好样的 好